寫了很長 也不算太長啦 大概50行的程式 才完成一個靜態檔案伺服器 那可是Node裡面已經有 超過10萬個套件 你可以在網路上 光是NPM有登錄的就有超過10萬個套件 所以 善用套件變成你開發 程式生產力大增的一個 一個關鍵 那Node裡面最知名的一個套件大概就是這個 Express 這個不是Vidual Studio Express 它是Node裡面的Express 套件 那你只要引用這個Express套件 你就建立一個Express的物件 然後你就說 我這個資料夾 就是這種路徑要映射到這個資料夾底下 然後呢 如果沒有路徑的話 我就直接映射到Public的資料夾底下 這樣子的話 你的靜態伺服器就寫完了 甚至如果你要寫跟剛剛一模一樣 你就只要有這一行 這一行根本不要 你就寫完了 好 所以 剛剛的50行變成5行 好 就寫完了 而且 層次還比我們的強 因為我們自己寫的一定有漏洞很多 很多地方沒有處理 比如說mine我們就沒有處理完 剛剛有一個同學發現那個 層次當機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層次可能有錯 錯誤處理沒有做 所以 都有可能 但是你一旦 引用了Express的 這種套件之後 它的套件已經經過了 成千上萬的人的使用 所以你可以 基本上 可以很放心的用它 好 那問題是你要使用這種套件你就得安裝 那怎麼安裝呢 一個辦法是用npm install Express 後面跟著Express 但是我們這一個沒有 我們直接npm install 為什麼呢 來 給各位看 你去下載這一個 Express.zip 把它解開 解開之後呢 我們看到 這個Express.zip 我解開之後你會發現 裡面有一個叫Static Server 這就是我們剛剛的程式 但是還不止這個 裡面還有一個叫Package.json 這個 就是npm套件 所 管理器 它會去讀這個檔案 讀這個檔案幹嘛呢 來 給各位看一下 npm套件管理器 它會讀這個檔案 讀了之後 你看它會說 你現在的程式的名字叫Static Server 它的版本是0.0.0 它的主程式就是Static Server.js 然後呢 它的相關套件 Dependencies 裡面有Express 而且是4.13.300 因為我這個 套件 我寫的時候 我測試在4.13.300 的Express上面 安裝測試的 所以它會連版本都記住 好 那這個前面的 前面的 上件號呢 這代表說 最小的紙版本 要一字 前面的紙版本 可以不用一字 那這個 後續再看 反正它就是要 4.13.x版 OK 好 那 一旦你有這一個檔案之後 你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 做這個動作 我現在呢 資料夾要換了 因為我剛剛 是在Express 是在 Server底下 我現在要去Express 一下 我去了Express底下之後呢 我就 裡面有這些檔案 我用NPM 如果我底下有 Package.json這個檔案的話 我就 我就可以直接 打NPM install就好 他會幫我把所有需要的套件一次裝完 但是如果我 沒有我就要一個一個裝 譬如說我打NPM Express 這樣子去裝 NPM install express 這樣一個一個去裝 這也是一個辦法 OK 但是 如果你習慣寫Package.json的話 你可以讓他一次裝完 是比較方便 以後你發佈 發佈到Github上面 或發佈到NPM上面的時候 別人就一樣可以 一個指令NPM install你的套件名稱 他就可以把你整個套件裝完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一個是你發佈的時候很好用的東西 所以Package.json 這個是未來你上線發佈的時候 很重要 特別是開放原始碼發佈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 因為這樣子 我可以這樣 我先試一次 NPM install express 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 他在安裝 他在安裝 好裝完了 裝完了 可是 如果我今天呢 不加Express 他還在安裝 但是他已經看到你已經裝完了 他就 不再裝一次 OK 所以 如果我剛剛沒有 NPM install express的話 他這個還會再顯示 顯示這一段 但是他已經裝完了 所以他就不再裝一次 現在已經裝完了 你看一下 LS 你會發現他裡面有一個叫 Node module 的資料夾 Node module資料夾裡面呢 就有一大堆的 Express 的檔案 這裡面呢 還有 他的什麼 韓式庫啊 範例這些 通通都是NPM Express 就是Express的 套件的東西 那 當 你已經安裝完之後 你去執行這個Static server 就可以運作了 好 那我現在已經執行了 他沒有訊息 不像剛剛我們 還有提示 因為這個是套件 他沒有義務要給你訊息 對不對 而且也不應該給你訊息 因為 套件 突然給訊息 人家 使用者會覺得很怪 所以 在沒有設定要給訊息的情況 他是不給訊息的 但是呢 他可以正常運作的 那現在我們先看一下我們剛剛的這個套件裡面有什麼 他在public資料夾裡面有hello image和index 他在media資料夾裡面有ccc.jpg 那注意我的 這個image這個資料夾的內容 這個檔案的內容 他裡面呢 src變成mediaccc.jpg 這樣子他 那個路徑才會對 因為我把它放到media進去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 一樣 實行剛剛這一個 檔案有點改變 但是 差不多 第一個我點hello 一樣 這裡我多加了一個ccc 第三個abc 他不存在 所以他就告訴你 cannot get abc.htm 第四個jpg 他存在的 他的資料夾在哪裡 在media ccc.jpg ok 你可以看一下這一個 網頁原始碼 有沒有 這個 hello.htm image abc media ccc.jpg 都有正常的顯示 所以 只要五行 就可以寫完 只要 只要五行的程式 就可以寫完我們剛剛的功能 而且你還可以映射 你希望哪些資料夾是要給人家存取的 哪些資料夾是不要給人家存取的 通常 一個安全的網站 不會把 根目錄 直接映射給人家看 否則 你的原始碼 之類的東西通通都會鋪入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他只映射public資料夾 原因在這裡 否則的話 如果我今天映射的不是public資料夾 是根目錄的話 那 我就會連 連這個pkg.json 連static server 通通都會給人家存取 那這樣會是一個安全性的大漏洞 所以 當你使用 這種套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的 考慮你的安全性問題 而且不只這樣 這種套件的功能很多 Express 大概是node裡面最常用的套件之一 那他的功能很多 而且他還有很多相關套件 你隨時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功能 譬如說 我要具有檔案 上傳和下載的功能 我只要去下載一個檔案上傳下載的套件就可以 加在Express裡面 我就做完 OK 所以 只要你會善用套件 很多時候你甚至 可以寫非常短的程式碼 可能只有10行 你就做完非常強大的功能 這是有可能 所以 今天 我們這個主題就是 用Express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只架了一個靜態 server 還不是動態的 待會我們會考慮到 動態就是 可一點表單之類的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先看 靜態的 請各位 自己架Express server 自己架一遍 你可以採用npm 這裡 這裡我們都要寫 npm install 因為裡面已經有package.json 如果你不希望這樣做你可以npm install express 這樣他會直接安裝Express 套件 那執行完之後你再去 啟動server 再用node static server 去啟動server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個畫面 輸入網址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請試試看 這跟剛剛雖然看起來很像 分架 有用的套件 是有用的套件 那蝴蝣 感谢观看